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作为中国武汉以外 确诊病例最密集最集中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目前停靠在日本横滨港的 钻石公主号邮轮 来到今天再有39人确诊了 当中包括美国跟中国等11个国家的乘客 另外还有一名检疫人员也被感染了 所以现在船上的确诊人数 是飙升到了175人 这艘仿佛是海上移动病毒温床的邮轮 预计会在7天之后 就是19号结束隔离 而船上的乘客的目前的隔离生活 也引起外界的关注 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 静静地停靠在日本横滨港 船上被隔离的乘客 偶尔会走出阳台透透气 节节闷 当和隔壁房的乘客打招呼的时候 也只能戴着口罩 在各自房间的阳台上谈话 这是乘客们在这14天隔离期的最佳写照 令人担心的是 部分患有疾病的乘客 开始面临药物不足的问题 而他们如今唯一能做的 只有在船外挂起布条 向外界寻求帮助 有乘客形容 他们目前处在的邮轮 简直就是海上监狱 自由受到闲置 随着船上感染的人数不断扩大 留在船上的乘客也感到越来越不安 有人更是形容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 担心下一个中招的会是自己 也有人认为 他们应该定时接受身体检查 不应该被忽略 这个钻石公主号天天都有新增病例 情况令人担忧 日本时报的消息就说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嘉藤盛信 前天表示 日本政府现在考虑要对船上所有船员 所有乘客 那一共是3700人 进行这个新冠肺炎的测试 可是截至10号为止 检疫人员只是为船上的439人做了测试 换句话说 船上受到感染的实际人数 很有可能会超过 甚至远远超过现在测出来的175人 不过日本官方长官却认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确实有点难办 这项建议目前也在内部掀起争议 政府考虑是不是要动用紧急资源 为船上的3700人做这个测试 因为有官员是担心说 病毒测试套件数量有限 要是真的检查全船所有的人 可能不够用 也有专家担心说 如果将现有的资源 所有调动都跑到去这个钻石公主号上面 到时候呢 日本其他地方就缺少防疫用品 来对抗新冠肺炎 真是左右为难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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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